現在不管是要跟別人開港 他們才是認識說的事情 我們是大家常常在用的通訊軟體 尤其它裡面有種可愛又有趣的貼圖 也是大人小孩很愛使用的工人 尤其是塞裡的博士館是邀請的工師 來到這貼圖的製作 讓民眾可以用自己的商品作品 變形貼圖來跟親人朋友來分享喔 民眾按照老師所教的方法 用手清頭在手機上越來越去 將自己的商品也就是所有的道 加上一些問題 就完成一組有自己的貼圖 可以跟朋友分享 這是我自己畫的圖 我的作品然後把它修剪以後 就變成我自己的貼圖這樣 本身就喜歡圖圖毛毛畫圖 然後能夠把這個貼圖把它完成 用自己的貼圖送給朋友那很好 所以想要學這個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啦 本身我對這個有興趣 現在LINE是大家生活當中 常常用的對聯絡的工具 它的貼圖功能也讓大人 都很喜歡它使用 為了讓民眾對貼圖有更多了解 並很喜歡的趣味 塞裡的道書館是基版貼圖製作的擴定 讓民眾來學做出自己的貼圖 大家使用LINE的頻率非常的高 幾乎大家就是都是用LINE在跟親戚朋友做溝通 那剛好就是有機會 因為這個陳老師的話 資訊是他的專業 是不是可以就是製作屬於自己的 一組或者是多組的貼圖 大家原本對的擴定 內容有感覺成分比較困難 但經過老師的說明告下 慢慢來了解他好勝的地方 作品完成後也都很有興趣感 也是一次不錯的核實經驗 其實很多人是 一開始他可能覺得 裡面功能非常複雜 那因為我們後來都會自己 在成立一個LINE的群組 讓民眾可以在上面提問 包括他們後續審核有問題 都會在上面提問 然後分享很多他們自己的作品 所以我覺得那個其實很多工人 都在網路上可以找到 那只是把它整理出來 那可以讓大家有機會就是互相分享 做一組自己很酷的貼圖 可以跟好朋友一起玩 蠻開心的能夠有這樣的活動 多認識LINE裡面的一些功能 然後如果說可以自己可以製作貼圖的話 自己會蠻開心的 透過庫庭 鄉親不只有自己都有的貼圖作品 也藉到這個機會了解更多科技組織 真加生活的醋味 記者庫恩神拆放報道